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BIKING機車資訊網 我是小三 全新GOGORO DELINE 這一台在今天正式發表的新車 你從謎詞上看可能會覺得 這個不是之前有過了嗎 因為GOGORO DELINE這個車型其實已經有一段時間了 不過這一次很大的不同之處在於 GOGORO強調全新GOGORO DELINE 它是專門為了女生所設計的 它的每一個特點每一個細節 都有考量到我們實際使用時 女生需要看重的點 所以乍看之下你可能覺得好像沒有什麼不一樣 但實際上你仔細去感受的話 它確實有很多設計 只有它獨到之處了 那接下來我們就一樣 從外型先看起 首先在車身正面的部分 你遠遠看真的會覺得長得都一樣 但是其實他們有把它整個型做了一個修飾 它看起來是更圓弧了 沒有像之前車手在下方會這樣往前突出的感覺 前吐廚也換了不一樣的造型 所以整個遠遠看起來會覺得 好像變得更可愛更圓潤了 那車身的側面後段呢 其實基本上跟之前的車系沒有差太多 它有做一些修飾但 你沒有仔細比較的話其實看不出來 比較大的差別在於它這個車名示牌呢 換得比較有藝術氣息 比較有質感的一點 這個是在外線上的不同之處 但我要提一下 因為現場 他們今天除了發表會之外呢 也做了一個座談會賞車會 所以目前我們能夠使用 介紹能夠使用的 都是屬於有加裝一些精品的 所以像這個小風鏡 原廠它是沒有的 OK 好 那外型上做一點微調 真正它改變的 吸引大家的點是在於 我們剛剛所說的 為了女性需求所做的特點 所以它有幾個亮點 我們來看一下 首先第一個 它的頭燈用了Class D的頭燈 因為他們覺得說 雖然很多的買車騎車是在市區使用 但是夜間的照明效果 如果好一點的話 你在騎車的時候也會安心放輕一點 所以頭燈上有做升級 那接下來這個是我覺得非常有趣的點 就是它這一次在側邊啊 它做了一個氣墊緩衝的效果 因為他們知道很多女生在騎車的時候 因為可能能鑽裙子 原來不自覺的往前做 因為你希望下車的時候 腳可以比較踏實的踏地 所以就往前做 那這一次他們在兩邊做這個緩衝鋪墊之後呢 當你往前的時候 你可以比較安心的貼著 而且 它裡面強調它是因為有 氣囊的設計 有一個蜂巢設計 所以它的觸感其實是柔軟的 這樣做起來用起來 你會覺得比較放心一點 只不過剛好發現啊 我們如果靠近來看 它其實材質上 我現在摸起來會覺得 有那麼一點黏黏的 那會不會長時間在太陽的照射之下 就變得更黏更不舒服 這個有待觀察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 他們有提到 女生在騎車的時候很怕熱 但是熱是摩托車沒辦法解決的 所以它用的方式是 提供你一個比較好的置物杯架 這次它用了一個隱藏式的杯架 當你把它打開以後啊 我旁邊拿個飲料杯 你就可以把你要的飲料直接放進來 這個 利益良善 因為你就不需要這邊在額外的空間去做一個杯架 但是如果實際使用的時候 它其實很容易會去卡到 當然如果你腳再短一點 你往中間集中 你可能不會碰到 但是像這樣 或緊急剎車的時候 你的飲料 就會阻礙到你使用這個緩充電了 所以這個設計我覺得 利益良善 但實際使用的時候大家可以感受 我覺得沒有到那麼的實用 而且目前我們看到這個Y字架 其實原廠這個是選配 它也沒有附帶的 這個部分可以注意一下 那另外呢 它這次強調 因為要讓女生好乘坐 但它整個車型希望緊湊集中一點 所以它為了讓你的腳再多一點空間 這邊它有稍微再做一個內座的設計 我覺得聊勝於無啦 這個其實提供不了太多的幫助 而且這一塊護墊 它其實也不是原廠 是選配的 包含把手 他們有強調 他們這次做了一個抗菌把手 這個展示車也都不是原廠 所以如果你想了解 它原廠到底長什麼樣子 最簡單的方式 還是直接去店家裡面看一看 OK 好 那再來我們來看一下車廂 這次裡面就已經有擺東西 我們可以靠過來看 車廂空間其實基本上1.4分3沒有問題 這個原廠提供了很多這些東西 但重點是這個 這個是原廠提供的相分組 這個是選配 它可以讓你的車廂保持香香 現在影片上我當然沒有辦法為大家呈現說 它聞起來是什麼味道 但確實香香的 那這個可以之後直接去選配 等到它不香的時候 你也可以更換這個配件組 那另外這個比較有趣的是 它們的UV抗菌的循環燈 正式名稱我忘了 但它意思就是說 當你蓋上椅墊之後 它可以做一個簡單的殺菌 抗菌的效果 那這樣子有時候像我們雨天啊 你騎完之後 你的安全帽裡面有水 或是說雨衣裡面有 其實車廂很容易變得悶悶臭臭的 那這個呢 是站在女性的出發點 他們去做這樣的設計 不過這兩項都是選配 但是我覺得有考量到不同的思維 用這樣的方式去提供車輛 不一樣的配備設計 我覺得是好事 但是過往我們再說 女性車款女性車款 最重要是什麼 很大一個特點就是它的座高 那這一次啊 這個展示間不是那麼豪放 它有提到它的座高特別的低 是目前所有車款裡面最低的 它只有729mm 就帳面數據來講 它甚至比GoGo Viva 就是綠牌的Viva呢 還要低 那坐上以後我們會發現 我的身高176公分 我雙腳平方KD沒有問題 有點彎曲 可是 在我的感受中 它其實也沒有像GoGo Viva來得這麼的低 為什麼 因為它希望讓我們在穿梭的時候 更好的安心感 它的椅墊還是走一個比較寬的設計 所以即便坐高很低沒有錯 可是坐上的時候你會發現你的腿被撐開了 那你就會多少影響到你的自腳性 那以今天現場我們來測試 因為我們一堂SUPERMOTO8 他們家的同事身高是154公分 它坐上它也覺得是很輕鬆是好用的 所以這個女生會去考量到的乘坐的感受 它也是有顧及到的 剛剛忘了講另外一個 它車廂裡面其實還有另外一個設計是 開車廂之後 它裡面有一個環形的LED的車廂照明燈 那這樣你在戶外 你在比較暗的地方你要拿東西的時候是方便的 OK 那上述這些設計呢 其實跟著今天的發表會啊 這樣一路看下來 我覺得它確實有站在女生的角度去設計這一台車 我們以前常常會說 GOGORO總是換湯圃換藥 就是一個基本的架構 換個殼就是一台新車了 但我覺得這一次全新GOGORO DELINE發表之後 它反而把這一個過去我們批評它的點 轉換成另外一個式 它變成一個優勢了 什麼樣的優勢 就是當我今天電動車最大好就是 我的馬達我的電池模組都共用 而且沒有問題的情況之下 因為大部分的車都覺得動力足夠 換電系統很方便 在這個基礎架構之下 接下來我可以依照我不同的族群去做改變 很簡單一個特點 現在你去看市面上所有女性車款 通常不會特別去強調你的煞車配備 你的安全配備 它強調的可能就是輕巧好用可愛 可是我們之前介紹的Super Sport的時候 他們有發表過 你現在只要說買車之後 你可以線上選購 你要TCS 有TCS 你要一些進線功能它可以有 那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把大家已經用習慣的這個 Gogoro的模組 我針對女性的需求 我去調整一些設計 讓它在日常生活中可以更好用 這一種創意的發想 這一種對於 以需求 反饋到車輛設計上來講 我覺得這個是電動車目前最大的優勢 因為坦白說啦 你今天除了是特殊的運動性能需求 你就是要玩車的 要賽車的之外 很多東西它已經可以滿足大部分的人 我今天要重新開8輛車輛的時候 這些東西我不用重新來過 我只要依照你們的需求去做調整 其實就OK了 所以我覺得 全新Gogoro Delight 它帶給了我們一個新的思維 那當然像我 並不是它的目標族群 這個來車可能對我來講 沒有那麼大的吸引力 可是我覺得它確確實實 就我們現場所問到的 不管是同業的女性工作人員 又或者是現場一些公關公司啦 實際的女生騎士 他們都覺得這些東西 是有它的亮點 是會吸引到的 所以這台車實際上市之後 表現如何 我很期待 那另外一個 價錢部分 這次官方它公佈了一個 補助後的價錢 那我們去詢問了 雖然我不太知道 為什麼Gogoro這兩年 以前他們價格是 直接打上去 這兩年對於這個 建議售價部分呢 大家都叫我自己加 我不知道為什麼 那加完它的價錢是 89,980元 其實這個價格蠻微妙的 一台女性車款要9萬 很多人會覺得偏貴 我也覺得它的價位是稍微偏高的 但是你對比到現在 其實白牌125的價格也都拉起來 情況之下 適不適合 划不划算 這就看個人而定了 那目前現在店面呢 應該都有它的試乘車 如果你真的家裡有 女性購物車的需求 或說你自己希望有一台更輕便 更符合你想要的車款 你覺得你想要一台 女生為女生設計的車 那這可以考慮看看 好 那以上就是我們今天在發表會現場 為大家所帶來的新的分享 之後看有沒有機會 我們來為它 做一個完成的試駕報導 如果想看更多的新車資訊 車界新聞的話 請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開啟小鈴鐺 我是小燦 先記得收看 我們下次見 掰掰